由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运用委员会主办的LED虚拟设置工作坊 日前在世新大学展开 邀请了新北市13家有线电视从业人员参与 由世新大学安排专业讲师 透过实际的案例和操作 了解虚拟设置的流程以及产业未来趋势 由新北市新闻局指导 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运用委员会主办的LED虚拟设置工作坊 日前在世新大学展开 邀请了新北市侠内13家有线电视从业人员参与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表示 这个占地470平的智能设置基地 拥有同步好莱坞的最新技术 这次特别安排了三位老师 带领相关从业人员认识摄影棚的功能 设置流程以及后置技巧等等 智能的环状的全幕的摄影棚 这个解释起来还蛮长的 但是我想到这个场地 我想各位就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所呈现的画面的感觉 但是我想今天会办这个活动的最终目的 是希望让我们业者的朋友们 都能够了解一下一个新的影棚 它后面的功能 新北市新闻局副剧长谢力兰也特别出席 他表示非常感谢有线电视业者这几年来不断提升影视技术 并且对于公用频道的重视与推广 也期待这次的工作方能为有线电视从业人员开拓视野 不管是我们从董事长总经理到第一线的伙伴们都直接到现场 表示我们对这个公用频道的推动的重视程度 也非常的期待我们这个公用频道会从这几年来 不管是在场观学不断的一个交流互动 然后学习 这次的工作方课程包括认识LED虚拟设置原理与流程 元宇宙时代的虚拟表演 以及沉浸式声音的后制创作 由诗经大学专业讲师透过实际的案例和操作 分享设置技术的细节与美学 同时进一步了解产业未来趋势 让参与的人员收获满满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台北采访报道